嘿,大家好,我是阿圆 今天来到了第二次的产检 然后,一样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医院的门口 yes,我们到了医院的门口 然后我们的训练是两点半 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 我们就要进去了 距离现在是第一次产检 距离现在多久啊? 8号 然后现在是24号 所以就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差不多 然后,你看他的肚子 你们看他的肚子 你们看他的肚子跟上一次有什么分别 上一次你有拍到我肚子耶? 有啊,你躺着的时候吗? 嗯,可是躺着不清楚 我个人是觉得啦 你是 我个人是觉得你是肿了一点 我不懂这是肿还是肿 因为我看人家,还没有三个月哦 或者是三个月满了,肚子还是平的 然后我的是稍微肿一点这样 然后,因为我看你平常你吃饱的时候哦 你特地放那个肚子出来 然后你只要缩回去的时候,你是可以缩到很平 然后可以是很瘦的看起来 可是现在,最近Cherry就是他吃饱了 他只要缩回去的时候,已经长不了了 就是那个肚子都已经出来一点点了 上腹OK,可是下腹哦 是,就上腹,上腹可以缩到看到骨头那一种 可是下腹已经是不能缩了 就是那个baby就是在那一边了 然后,我还要跟你们分享就是 最近啊,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啊 他们都觉得Cherry是有怀孕的感觉哦 因为可能,我个人觉得啦 Cherry可能在样子上看起来 也有一点好像红润红润这样,就是有那种怀孕的感觉 所以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奥王啊 他们全部都觉得Cherry很像是,感觉像是怀孕了 然后,我们又根据我们华人的帮当嘛 就是要最好是三个月过后才能讲 可是有些人讲说,身边这样亲近的朋友不用紧啦 是可以讲的 所谓的帮当就是不要对太多外面不熟悉的人讲 就是人传人,传到越来越多人懂,这个是帮当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二次的餐间先看看我们的宝宝 看看我们的宝宝长大了多少比起上一次,Let's go! OK,Cherry这次来叻,他就在... 腌这一些血压,然后刚刚量量到体重 今天应该还会需要腌尿 因为上次来是没有腌这些的 上次来只是一个初步的检查 所以这一次就会比较... 呃...检查比较... dictuse 一点 等一下你需要腌尿啊,这样 你刚刚已经小便了,你还有尿吗? 你要去喝多一点水 坐下来等 我们现在在他的医院的肯定这边 吃一个午餐先,因为我们还没有吃到东西 然后... 刚刚那个护士就跟我们讲说 今天Jerry他要做的东西是... 像刚刚你们看到的量血压,量体重 然后等一下他还会要腌血跟腌尿 然后... 这个是... 第二次餐间 这个是第二次餐间 Jerry所需要做的东西 所以... 今天的时间的那个... 过程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我们就先来吃先 本来是打算... 就是腌我完了,然后我们才去外面吃 可是... 我觉得我们要等很久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四个人 嗯... 前面还有四个人 前面前没有完整 什么? 什么? 因为... 怎么... 我要讲一口 然后现在... 我是尴尬时我刚绑牙 哦... 所以... 这个给你们讲到 可以绑牙 你看 牙套妹整个 现在是比较尴尬的 我们之前也是有问两个 互场科医生能不能绑牙 然后医生也是讲 怀孕其实绑牙是OK的 没有问题 还没有怀孕之前呢 就已经是... 呃... 决定绑牙了 过后才发生怀孕 是 所以就没有办法 就也是跟着昨日医生讲可以绑 这样我们就绑 最重要还是医生讲... 医生点头 所以我们才... 所以我才让他去绑牙 没感觉怀孕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再看一看 哇... 我这样快了 大哩 哇...成心了 他真的踩一张小过来 如果... 快的话... 一边... 那是他的手手脚脚是吗 对 哇... 可是我现在... 有... 算是两多月多 嗯...差不多 为什么我这样... 大都不... 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 好像... 他很快耶 营养好咯 他是在动是吗 对... 哦... 他好像在反身这样 他在躺在身上 他在身上... 是在身上加加点动 妈咪在身份 他就会让他去绑牙 他现在里面 哇... 他的心... 他的心跳神了 嗯... 诶... 比起上次好像更大神了是吗 没有啊... 其实是你要变大可能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不要动 哦... 这个是4D是吗 对对... 他会动 不过也因为你瘦 比较容易刷得到 那是什么 哦...他在动了... 他在动了... 转转转 好... 咯... 咯... 下一个就没有啦 哈哈... 诶... 现在是算很一定 还OK啦 10个礼拜 就往这里上可以了 算是OK 他是在动是吗 他在动 他骂脸了 好了 好啦 哈哈哈哈 我拥有力了 OK 我们刚刚从doctor里面出来 然后我们刚刚两个都吓到一下 就是... 他长那么大了耶 就是距离我们上次看的时候 他还像一粒花生那么小 他现在变那么大了 哦... 现在有几cm啊 现在几cm 3.9之前是... 之前是... 呃... 1cm里面的 现在是3.9 然后... 看他长... 他长那么大的 这边... 诶...他会去教你 好快耶 我陪你进去 我陪你进去 现在Terry要去厌学 你不要找我... 你找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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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怕了咩 不会痛而已 一点点像蚂蚁咬而已 我抽过雪 好滑 嗯... 好... 他就抽吧 他在抽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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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这儿... 好了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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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蜜蜜 哇 是蜜蜜蜜嗎 對 喔 會痛嗎 一點點蜜蜜蜜 你沒有抽過血咩 我們之前做body check都有抽過啊 沒有 是咩 有 有 差不多是這樣 好啦 我們現在就搞定了 然後也上到車了 現在我們在車上咩 我跟Cherry就在看回 上一趟我們來的時候那個baby的大小 跟現在我們這一趟來check的時候他的大小 給你們看看啊 來 我們兩個人電話放在一起 好的 你們看這個是上次我們來check的時候 他還那麼小個 然後現在你看 手手腳腳他的頭啊 全部都出來了 好可愛啊 上次還很小個耶 上次 這是來我們 那個醫生一check的時候 你看 你們看這個這樣小個 就是他很明顯這樣小粒 像一個痘痘這樣 現在 現在 你看 剛剛Dr.E scan的時候 我們兩個嚇到一下 你有嚇到啊 我嚇到啊 直接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他的頭啊 他的手 他的腳啊 然後剛剛Cherry就抽了一大隻的雪 就像你們看到這樣 然後 醫院呢 就要拿去那個lab那邊去test 所以我們這一次做的test呢 就是test那個 唐室的 所以 我們就要等兩個星期過後 再回來就是看報告 然後剛剛呢 我又有跟Cherry開玩笑 因為我是姓李的嘛 然後 然後 現在是龍臉嘛 所以我跟Cherry就講說 OK 這個baby 我們還不知道他的性別嘛 所以我們就跟他取一個花名 就叫他李小龍 哈哈哈哈 超爛 李小龍 就是阿塞小小個嘛 然後我姓李 然後是龍臉 這樣我們就叫他李小龍啦 這個就是他的 辱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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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